在漫威和迪士尼家 把旺达幻世与猎鹰东宾 在寿命后的生活搬上了荧幕后 可以说完全没有看出漫威打算 把电影宇宙带入一个新阶段的意思 而是将精力投入到带有反思性的 故事线的制作当中去了 但洛基却与此不同 除了大量的反思与角色刻画 他还向我们介绍了新的地点 新的人物 不仅让观看体验更上一层 而且也保证了下一阶段的精彩剧情 洛基以复仇者的终局之战为背景 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他通过宇宙魔方的力量 穿越到一片沙漠之中 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就很快被一群全副武装的黑衣人包围了 他们将洛基押送到了装饰颇有 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TVA总部 第一集通过向洛基介绍 注入修复未经批准的 时间线偏移等名词 很巧妙地向观众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 阿斯加德王子洛基 依旧由汤姆·希德勒斯顿所饰演 他此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 离家相当遥远的地方 但是洛基还是那个洛基 厚颜无耻又充满魅力 不过这个洛基与过去几年我们所熟悉的洛基 有些微小的区别 他依旧是那个邪恶的洛基 不过很快就会发生转变 此时的他刚刚经历在纽约战败 还没来得及反思计的过错 这个更加任性的洛基也变得更加有趣 他会毫不犹豫地奏飞任何胆敢 大声质疑他权威的家伙 除了洛基本身 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新面孔 这让前几集充满了新鲜感 也让观众对剧集老调重谈的可能性的担忧 他在全部六集的影片中都是推进剧情进展的关键角色 而由谷谷姆巴塔劳饰演的女法官 为了保持TVA的神秘感 并没有多少展现自己的机会 不过最出色的角色应该还是由欧文威尔逊饰演的莫比乌斯探员 每一次出场他都会给洛基带来新生 威尔逊自身的特色再加上巧妙设计的台词 让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包袱满满 特别是与希德勒斯顿所饰演的洛基对戏的时候 更是让人有一种搭档喜剧的即视感 洛基与他的伙伴莫比乌斯探员是这部剧好看的关键所在 但是索菲亚迪玛蒂诺的表现也不差 他在与希德勒斯顿的对戏中保持了本色 并且到了剧集的结尾 他也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的角色 第六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漫威剧集里最好的一集 与前两集的快节奏相比 信任的加入有效的减化来节奏 得以让剧情更加深入的展开 以对信任和自由的意志探讨为结尾 充满了紧张感与哲学思辨 可以说这个结尾对漫威宇宙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集的另一半剧情在宏大场景上的尝试也值得称道 制片人麦克尔·沃尔德伦与导演凯特·赫伦 给了洛基这一名角色独特的身份赋能 既有如洛基本身与人类情感这些我们熟悉的属性 也夹杂了譬如会说话的卡通中 分钟小姐与鳄鱼这种奇怪的东西 后续剧集也巧妙地引入了许多戏份少但十分重要的角色 其中之一就是虽身着滑稽服饰却能让剧情陡然严肃起来的 理查德·伊格兰特 所有的这些再加上摄影与配乐 让洛基成了漫威宇宙故事中极具新鲜与刺激的新篇章 不过无论如何洛基的六集故事告诉我们 在这个宇宙中时间远非一个完美的轮回 洛基的六集剧集克服了之前的不平衡 让本季剧作成为了一篇伟大而令人振奋的作品 尽管没有旺达幻世那种强烈的情感冲突核心 但其大胆的主题出色的表演以及独特的视觉效果设计 都为观众带来了十足的快乐与刺激 不过最重要的是堪称高潮的结尾不但让观众惊喜连连 更为漫威宇宙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 想来解更多游戏影视相关资讯 请继续关注I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